自印巴双方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以来,赫什米尔这个南亚火药桶,便引来了全球的关注。 不过好在经过各方的调停,局势也逐渐的平稳下来。 赫什米尔地区的民众,也迎来了短暂的和平。 但在这次的冲突中,印度可谓是颜面扫地。 对于好面子的印度人来说,忍气吞声是不可能的。 果不其然,销声匿迹没几天的印度,还是忍不住出手了,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。 莫迪这次不敢轻易怠慢,一出手便是大手笔,还把战场转移到了海上。 据《环球时报》19日报道称,印度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海域,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海上演习。 在这次演习中,印度出动了60余艘军舰,和近80架飞机。 其中包括了维克拉玛地亚号航空母舰,和查克拉号和潜艇次等国之重器。 印度海军此次几乎是清朝出动,目的也很明确,就是要给巴基斯坦一个狠狠的震慑。 此前在克什米尔颜面尽失,引起了民众严重的不满,纷纷表示,对八方的军事手段强度还不够。 所以印度海军这次选择了重拳出击,全面封锁了八方海域。 印度海军发言人夏尔玛,更是猖狂地发出宣告,勒令八方海军,必须老实地待在默克兰港。 不得出入港口半步,巴基斯坦也是哑巴吃黄连。 有苦说不出。 塔拉奇,奥马拉和瓜达尔港三大港口的军舰,只能全部撤退。 没有做出正面回应。 作为南亚维尔的两个军事强国,八方的空军和陆军和印度,比自然是不落下风。 此前在克什米尔冲突中的战果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但是在海军这方面,确实是有点相形见处。 巴基斯坦迄今为止仅有十余艘军舰。 战斗能力还不是很强。 印巴冲突,迄今为止接近七十年。 巴基斯坦在海上不知道吃了多少亏。 很明显,这次行动还是经过莫迪深思熟虑的。 既能安抚国内群众的不安情绪,也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,为自己增加一些筹码。 在本月的十三日,莫迪在一小时之内,狂发二十九条推特。 内容如出一辙。 全是为自己拉票。 他也知道。 在连任这件事上,自己并不是稳操胜券。 自己必须有所行动。 作为老冤家的巴基斯坦,未来可能还有苦头要吃了。 不仅如此。 此次的演习印度,还释放了另一个不友好的讯号。 据今日俄罗斯十九日报道, 前印度驻巴基斯坦大使帕塔赛拉蒂声称, 尽管印巴关系目前非常紧张。 但是巴方的海军实力不值得印度如此大动干戈。 印度更担心的是来自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。 帕塔赛拉蒂甚至表示, 巴基斯坦是中国用来遏制印度的工具。 中国会为巴基斯坦提供武器。 虽然印巴目前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极小。 但是如果未来冲突升级的话, 印度的海军能够争取更大军事优势。 在这种敏感的时刻, 印度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明目张胆的挑衅。 但此举还是非常不明智的。 虽然对于巴基斯坦来说, 印度海军足够强大。 但距离中国还是有一定距离的。 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声称, 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。 要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影响力。 但是光靠穷兵独武是不够的。 还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。 就像我们提到印度。 大家脑海里想到的是古印度文明。 而非是现在的印度。 同样拥有绵延几千年的文明。 印度却要靠欺负周边的小国家, 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。 也是一种可悲之处。 不过话说回来。 如果印度真的损害到中国的利益。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。 中国一定会做出干脆利落的回应。